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我們來玩這款遊戲叫做 墮落軍團 它本來早期在PS2上面就有的遊戲吧 還是PS4啊 唉唷 忘記了 總而言之呢 它最近移植到PC的Steam平台上面 那這款遊戲呢 其實我從來沒有玩過啊 那是一個廠商 贊助我這款遊戲 然後我想說 好吧 既然都贊助了 我就稍微玩一下看看吧 那這遊戲支援中文吼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遊戲是在玩什麼來著的啊 然後它這還支持中文 不過呢 我看Steam上面說有支持繁體中文 我覺得很納悶的是 為什麼現在是簡體 而且不讓我做設定 直接先讓我做選角色的動作呢 這邊有兩個男女角可以選擇啊 這個叫叛亂之火 在故鄉被帝國侵占多年之後 一位受人民愛戴的戰術大師 渴望復興過去的繁榮 榮耀 然後這個是帝國之罪 一位無所畏懼的公主 為了保護她的子民 親自前往戰鬥 呃 前線戰鬥 她從父王那裡得到了最後一份禮物 是一本會說話的魔法書 我覺得男主角蠻帥的欸 萌妹子也算蠻猛的 啊來玩男生好了 扮演 蘭杜爾 阿這什麼 賽希爾 好 我來玩一下蘭杜爾好不好 我來玩男角色 OK 男角應該不理他帥 什麼 新遊戲 一條命模式 喔 終於可以改見面了 我的天啊 欸 等一下 不能改喔 哎呀 希吧 欸 可以讓我改個中文嗎 大哥 你就這樣強制讓我上面有語言啦 看到啦 繁體中文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啦 原來是這樣的搞喔 好吧 那我們就直接新模式了喔 好啦 玩看看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這遊戲 所以 呃 究竟 呃 在幹什麼 在幹什麼 哈哈 完全不知道 試試看就知道了 是吧 哇 講英文 菲努米亞效命 儘管他從會真的成為我國的祖國 可以講日文嗎 躲著我們自己的路 巴爾尼斯 巴爾尼斯 為自己帶來榮耀 他就是要那個嘛 要反共大陸的嘛 對不對 大人 賽希爾不在裡面 看起來 奧克塔維亞的逃跑過程中殺死了一些士兵 該死 也許奧克塔維亞還沒有逃出營地 奧克塔維亞是誰啊 安托瓦尼爾 安托瓦尼爾 鎖住東門 這什麼 羽紅寶石可以拿來做通話對不對 心事一致的 兄弟 兄弟 我們將率領我國軍 我國軍 我軍隊向北 把阿克塔維亞逼到這個門中的一座去 你準備 要把他逼過來就對了 戰鬥 看一下戰鬥機制是怎樣啊 好不好 反叛與崛起 帕拉肯要塞 攻擊 X或是A或是B的手柄 讓你的一名武神攻擊敵人 每次攻擊使你 使你一行動點 將使用一行動點 每個武神最多可以擁有三個行動點數 了解 B 哎唷 被打了 幹 喔 A 喔 就是利用指令做攻擊阿 可是 喔 格擋是這個阿 嘿 嘿 嘿 喔 原來是這樣玩的阿 還蠻酷的阿 嘿 嘿 喔 可以換角色 嘿 喔 所以說他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角色 一個人控制多角阿 不許再靠近了 好戰者 我們一眼就能認出叛徒 誰是叛徒阿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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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蚝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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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蝦蝦�蝦蝦�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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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幫忙放技能齁 Tip-Bread Spare 喔原來我的Y是拿來放技能用的齁 就是後面就是我啦 我是那個男主角 放魔法啊 咒術攻擊 按Y 喔剛剛才用過 用蘭杜爾軍團 軍團長的咒 咒與粉碎一名敵人 每當一名武神攻擊敵人時 蘭杜爾將恢復少量魔法值 更換 可以通過 長按或者是 呃手柄之類的啊 就是可以做切換這樣子 喔還有治療這樣子 啊哈哈哈 魂器復活一名陣亡的夥伴 攻擊 欸幹什麼東西 這是教學嗎 復活 喔復活應該是上面這一個 哇 超級復活術耶 Muston Die Stiger 我還可以反彈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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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彈耶 反彈 按按按錯了抱歉 治療一下 他是全體治療嗎 貌似好像全體治療的樣子 None 不過招式感覺還蠻少的 我怎麼認為 招式有點少 大人 小心 我看到這個靈魂巫師從我們軍界中偷走了 圍鋼的頭盔 如果他使用那頭盔 你的靈魂戰士將 將無法傷害到他 靈魂 幽靈戰士 誰啊 我的幽靈戰士是誰啊 那就讓我們看看他有多喜歡被自己的魔法擊中的滋味 我將命令這些幽靈被火球擊中 之前進行格擋 啊原來我前面這些是幽靈了喔 好啦這個我剛剛大概知道怎麼用了 等他發動攻擊 欸來不及太慢了抱歉 秒殺 啊 阿神 Missing 大人 如果能像和你一樣機智老練 我就需要把格擋練習到完美了 拍馬屁 拍馬屁 喔 騎士喔 百夫掌 真希望我能見到 真希望我能說見到你很高興 雷加圖斯 沒必要搞這麼難看 這個人叫做 朗達斯 恐怕我不能那樣做 那會是 那叫什麼來者的 叛國 我聽說你對此略知一二 別耍聰明了 這不是你的強項 我不能否認這一點 但是不特別聰明的人也會想到 他的離開 以及所有這些 大概不在你的計畫之中 事實上 一旦他回到首都 我估計事情會變得很糟糕 對於你來說 現在如果你放中 放下手中的劍 然後老實實跟我走 他可能會對你好一點 比如他可能不會像殺死一條叛徒走狗那樣殺死你 我沒有時間就我道德上的細微之處 與你爭辯 但我只想說 我只是一名 我只是一個迷印上的叛徒 甚至只是 勉強撐得上而已 他才是會 給帝國帶來傷害的人 兩害相權 取其 取其 輕不可 不是一種有力的 什麼 羞恥 羞恥論證 這次毫無意義啊 哎呀 要打起來了 等一下 這是boss戰啊 原來講那麼 講那麼久就是boss戰嘛 百部長 轉折點 首領生命條中的白色充滿 白色脈衝 被稱為 格 尖格表 當尖格表減為零時 首領將進入虛弱狀態 在短時間之內 你所有武神 擁有無限的行動點 可以不停的攻擊 哦 中間那個藍色的嗎 轉折點請注意 首領的行動方式 你可以利用某些首領的弱點 加快兼格表的減少速度 尖閣點怎麼用阿大哥 喔 尖閣點出來了 連續攻擊 阿好痛 補血 Blessy blessing 嘿 喔 原來他的這個尖閣點需要用我們的男主角去攻擊 就可以達到連續傷害 攻擊 沒中到 我現在不能放魔法啦 能量不足 有了 再一次 成功 解決了 解決了 沒想到你可以召喚幽靈來做為你骯髒的勾搭 我知道是小小的安慰 但我寧願不殺你 真是有趣的炫耀方法 你已經死定了你知道嗎 你幾乎沒法說話了 不會是我的 他很快就會到家 你有兩個軍團 三個 他會擁有剩下所有的軍團 蘭杜爾 你真的是個畜神 好笑 再見 欸 會不會我把他搜狐變成我的幽靈啊 當然 朗達斯是對的 如果成功的話 我的計畫將會是一場完美 卻不會流血的政變 不知為何但很明顯 奧克塔維爾 塔維亞已經知道我要來找他了 但是他如何知道的 是有人告訴他 誰能種種受益呢 我得花大量的時間才能搞定這個問題 真對我來說是不利的 通往首都的道路是漫長的 而姜爾爾是被見證是充滿血腥的 好 我們要去那邊找他這樣子 死鬼 死鬼 A 防禦 攻擊 S 自動保存 遊戲有自動存檔功能 好的 好 往上走 下一個區域 就有點類似像關卡 只一格一格這樣子啊 目前玩起來感覺還蠻新鮮的啊 但之後就不曉得 不過這些只是試玩 好不好 所以說會不會玩到最後不曉得 反正就玩給你們看啊 是不是 達菲德底下最偉大的將軍之一 拜迪哈佛 總喜歡說每一個錯誤都是被不幸外依的幸運 也攻三小 衛裝下的幸運 到底屬於你還是屬於你的敵人 好 就是越講不懂就感覺越屌這樣子 好我聽不懂他講什麼 前幾天 賽希爾 你昨天 到來粉碎了 你昨天的到來粉碎了他們的騎兵部隊 沒有了騎兵他們就沒有辦法展開包圍 嗯 我的偵察兵告訴我 他們的蜥蜴是最薄弱的 明天我將帶領第五還有殘餘的第十二騎兵隊在那裡攻擊他們 我會把我方部隊這個到東邊去 部署到東邊 做你的垂頭部隊的鐵 鐵毯 他 連騎手來 我們就會迫使他們投降 奧克塔威亞 他到底是誰啊 米格那邊奧克塔威亞 都不知道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帶來了緊急消息 莫里斯是你嗎 是的 奧克塔威亞 奇怪奧克塔威亞不是 不是這個女的嗎 你父親死了 公主 你總不能直奔主題 莫里斯 誰在說話快現身 哪一本書啊 你瞎了 你正在看著我 一本回說話的書 見鬼了 以兩位酒精沙場 酒精沙場 的將軍來說 娘 你再這麼容易被嚇得到啊 請允許我勸備的道歉 這本該死的書 有他自己的心知 還會開口說話 是真的嗎 牧里斯我父親真的 如果這是開玩笑 那這是超級美品 呵呵呵 對不起我不是在開玩笑 雷加圖斯 帝王帝下有幾天前去 愛麗西亞了 我趕到這裡之後呢 是 是來告訴公主她的父皇已死 並根據我們最古老的法律 呃 律法 她現在是 非奴 非奴米亞的最高統治者 作為已故帝王的女兒 她所有的權利 財產 都傳給人 所以說 我們這個女人呢 是最高權威者 盡快登基吧 好的 所以這本書是她的顧問 是她本來父親的顧問 現在變成是這個女兒的顧問 這個女人的顧問 我不認為我需要一本 說話的書 或建立或有 建議或友誼 不管她有多了解我父親 你當然需要我的建議 如果你不希望這個國家 在你笨拙的手上有任何閃失 友誼不是可選擇的 親愛的 我想你不要拿夠清楚了吧 你越界了書 嘿嘿嘿 不 是你越界了小姑娘 你還記得迪亞戰役嗎 你那時還小 你父親差點就死了 是的 我聽說過 我完全不知道 抱歉 是我把差點兩個字加進去的 如果你不像我要求那樣聽話 我告訴你 你的繼任者的句子會少那麼一個詞 就變成不是差點了 好了 這邊其實我覺得有點多餘啦 所以反正就是一本書來就對了 然後這本書就是他們的軍師 軍師 我們到下一個地方去吧 我覺得這款不太適合做直播或是錄影 我個人這麼覺得 單純就是 以我的觀眾權來講 可能不喜歡這種東西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有什麼不對勁大人 安托瓦尼特 奧克塔維亞 所以說真的奧克塔維亞是那個女主角 讓我感到不舒服 一個設想 大人 我們可以看看這本書對奧克塔維亞 說了什麼 你是在建議監視奧克塔維亞 還是你只是想要監視一下會說話的書 為什麼不能兩者都是呢 好 終於進入戰鬥畫面了 監視之下 唉唷 連擊條 每當一名武神發動一次攻擊 連擊條便可以增加一截 唉唷 你所做出的抉擇 和使用寶石可以改變連擊條 武神在攻擊時 若節省含有級數或專注這樣增益效果 武神將獲得該效果 自命打擊 擁有藍色光暈的節點是自命打擊的節點 武神在此下攻擊發動自命一擊 請注意 當你被擊中或是當你的連擊中斷時 連擊條就會重置 連擊攻擊 如果你在適合的時間進行攻擊 武神便會發動秘技 你可以通過更換角色來取消攻擊 或者是完美格檔 完美格檔後用另一名角色來使用連擊 連擊攻擊 如果你看完角色身後一道藍色陰影 那麼你就完成一次連擊攻擊 角色轉移 這個我剛剛知道 自命打擊 哇這好多東西要學喔 天啊 慢慢來吧 慢慢來吧 我還不能發動任何攻擊 第三隻眼 我突然覺得這對我來講有點複雜 哈哈哈哈 還不死 他打過頭咧 這位小姐 你打哪裡啊 你打地瓜啊 Debit Blade 狂怒 我怎麼突然覺得有點LAG啊 哈哈哈哈 哇 這個優化不好喔 整個延遲延遲的 延遲延遲 幾個當地的民眾帶來了一些強盜叉的同伴做出判斷 呃 自由攻擊 處刑 把他壓住好了 獲得了號角 吹龍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啊 這還有中間中途事件就對了 在戰鬥前 藍杜爾軍團所做出的抉擇會改變非奴米亞的命運 針對每個問題可以給出三個提示 當指示下對應的貢品 如果你選擇這個指示就會得到他 例如選擇協助 可以獲得這個力量增加50% 但生命只減少25% 貢品提供增益效果會在 持續到關卡結束 唉唷 做出明智的選擇改變這個世界 好的 真的會改變嗎 不知道 幹什麼東西你們 破甲 從頭到尾擋一擋就好啦 是不是 是 好可以走了 安托瓦尼 尼特告訴了你一個步兵中衛的煽動性行為 嗯 柵欄 擋下來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選什麼 抱歉 心欲 我們可以使用那什麼號角之類的 這可以自由攻擊的耶 這個好用這個好用 哇這個真的是會讓你手忙腳亂耶 幾名士兵企圖叛逃 叛逃的話 處刑他們 叛逃就該處刑 是不是 BOSS戰 泰勒斯 你是唱歌的歌手 那位女生唱歌的泰勒斯嗎 欸 不是BOSS戰喔 是我們的步兵嗎 是誰 情緒 情緒 情緒緩和的民眾 四散的盜賊 從我們這個農場取出的一些作物跟畜生 首都不理會我們了 但是聽到你們 但是你聽到我們的悲鳴謝謝你 喔 這是我們選擇之後的結果嗎 所以說就會一一的加在身上就對了 新月 哇靠莫名其妙打完了 獲得了一個綠寶石 好的綠寶石可以增加一些能力就對了 好不好我覺得我們今天試玩超越在這裡為止了 好不好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新鮮的 不過呢這種遊戲就是需要比較動腦筋 就是需要網羅很多一些大大小小的小事情 對老頭來說可能是一個 不是很好的一款 應該對我來講啦 對我來講可能是有點困難 不過呢這款遊戲個人覺得不錯啦 在steam上面有發售 如果你們喜歡呢 可以過錢去購買 好不好如果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的朋友 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 或在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再見了 掰掰 掰掰 by bwd6